这是一种精神与力量的结合 一种信仰与磨炼的产物 一种禅与武思想的自然合一 一种传承了一千五百年的古老文化 少林寺于公元495年朝廷为印度高僧拔驼禅师射箭 地处于中国河南登峰少石山林中 故名少林寺 这就是中国佛教传宗教派的祖庭和少林功夫的法源地 一千五百多年来 少林功夫逐步形成以观世音菩萨愿力为合金的 锦纳罗王信仰 这是少林功夫信仰的主要形态 它是少林功夫作为少林寺宗教文化的重心所在 公元六世纪末 少林寺为了保护四产 组织起武装力量自卫 后逐步演变成系统完善的少林功夫 少林功夫历史上共有七百余套路 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少林功夫动作和套路讲究动静结合 阴阳平衡 刚柔相继 神行兼备 其中包括拳 棍 擒拿 格斗 器械等 少林功夫 是以传宗法脉传承制度为依据 靠师父带徒弟 靠口头相传下来的 割绝便成为少林功夫相传形式的具体体现 reliedodzi五百余套路 臉步 最好的 身体的 抗争 快点 乱